結束了,謝謝 主席,我們是不是先請環保署長 務委員早安 好,我們跟美國來簽訂 國際環境夥伴計畫 這個計畫算是一個滿不錯的計畫 也象徵著台美之間的合作關係 更上一層樓 那我們也知道了 這個McCathy女士來台灣 這個是在這幾年來 算是一個部位首長級的到台灣 這也代表著台灣對美的外交工作 更上一步了 那你今天所提的這個報告 當然我覺得是不錯 但是還有幾點是比較不明瞭的地方 因為大家對於這個 這個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artnership 這個內容 你只是做了一些 有規劃出來的第14頁 規劃的這個子計畫 總共有幾項 那到底是採取什麼樣的方式 來界定這樣的夥伴關係的計畫 到底有幾個會員國來參加 那你們要對哪些項目來進行合作 是不是你所提到的 這個環境教育 污染場子 空氣品質改善 還有電子廢機物 還有這個環境法的這個遵循跟執行 還有氣候變遷 是不是這幾個項目 謝謝 吳委員這些問題 確實現在對於這個子計畫 現在是比較綱要性的 那麼麥卡辛女士來的時候 我跟她私下有會談 剛才那幾部都是在內容 他們特別強調的 大概有幾個面向 其中一個就是對於剛才講的 電子方面的廢棄物 他們很希望我們能夠幫忙在 中南美洲還有非洲方面展開 第二個他非常強調的就是 關於環境教育方面的 他非常強調這件事情 那麼也有記者還有朋友們在問 譬如說像這次來的九個夥伴國家 有日本 那麼好像其他比較先進國家比較少 我們也談到這些問題 我跟麥卡辛女士呢 雙方都有一個共識 就是我們很多事情呢 要看議題的特性 看各國發展的程度 然後呢來做 那麼至於經費方面呢 因為我們這個所謂的第十次 其實已經在去年就展開了 所以我們目前是先以原來有的這個情況呢 做一個基礎往前進 那麼以後在後續的明年後年以後呢 經費會再來增加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希望呢 雙方保持密切的合作 包括這邊的處長 那進一步呢 來把我們剛剛您關心的議題呢 一步步往前推進 所以換句話講 這個夥伴計畫呢 目前還是一個綱要 還是一個初步的一個概念吧 是的 那是不是 這到底有沒有具體的內容 具體內容是這樣啦 那個原來要 原來的20年已經有190幾項 這些基本是要延續的 那麼最新的你有22項 所以這個是我們 就是說目前的基礎 那希望從雙邊呢 達到多邊 好 所有的這個國際合作 通常東西不是突然冒出來了 特別這種比較這種技術 這個資源的 或者是這種合作的 通常是在既有的基礎之上 在建構上來的 所以可能就是說 透過這樣的一個夥伴計畫呢 把過去的我們台美之間 所做的一些努力呢 再把它包裝起來 然後呢 再把它具體的聚焦在哪些項目上 那未來要做的 可能就是透過這個計畫呢 然後有一些聯絡的窗口 那我們現在跟這些國家 讓你說看議題的嘛 我有注意到說 你們這個McCathie女士來台灣之後 你們隨即有召開了一個 第一屆全球環境教育夥伴會議 所以這個也是在這個項目底下的嗎 是的 好 那在這個項目底下 我不知道 美國啊 但這個協議簽訂我非常肯定了 但是美國呢 這個來做這樣的一個國際計畫 某種程度上如果是對它沒利 沒有利益的話 它是不會推動的啦 那我們在很多的領域裡面 包括這個勞工的領域裡面 我們都有注意到一個現象 就是說 到了一個國家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它為了避免 這種環境的保護 腳步沒有跟上 這時候呢 就會形成了 或者是這種 這環境保護的這個基準門檻 沒有制定好的時候呢 就會產生某種程度的貿易傾銷 那美國的環境保護呢 如果比較強的話 那其他的國家的貿易保護 比較弱的話 那就會產生了 這種這種就是 這種貿易的一種障礙 或者是什麼樣 所以 這個很顯然的 你說環境教育的夥伴會議裡面 來了一些 譬如說 我不知道這次參加的有哪些國家 有九個國家 譬如哪些國家 譬如說菲律賓 譬如這個日本 宏都拉斯 那我國和美國就這樣就五個 巴西 墨西哥 尼加拉瓜 你可以看到 中美洲國家非常多這一次 所以這也是他們談到 那個剛才我說的E-West 好 那中南美洲國家多 為什麼不到中南美洲去辦呢 這個 因為台灣在於E-West上面的 制度的建立和目前的成效 他認為大概是全世界最好的 所以他們要來 就是說來學 但是又講回來了 純粹制度又不夠 他們也非常強調教育 那麼用教育作為第一步 事實上後續就會展開這些事情 那當然我們台灣因為是電子產業的輸出大國 所以我們在電子廢棄物的預防跟回收上 可能是在相對上 其他國家 我們是有蠻不錯的一個系統 值得大家學習的 所以他就挑了這個東西來跟我們來進行這樣的合作 我覺得是對的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這個做法 可以值得其他的國家來學習 好 那大概就是說 我們當然就樂見了這樣的一個夥伴計畫來實施 那台美之間的關係能夠加強嘛 那會不會周邊的國家 甚至於說未來能夠更進一步的 對於這種溫室氣體減量 如果節能減碳 能夠有進一步的這種學習 切磋 因為他這個東西都是跟 這步我可不可以做一點補充 你談到溫室氣體減量 剛才我們沒有提到的 也是在我私下跟他會談的時候談到 因為美國現在有這個頁岩器 另外其實美國的這個 這個煤礦開得也很厲害 那我跟他聊到的時候 剛好這一期的《國家地理》雜誌呢 專門談全世界的煤的問題 這裡面包括中國大陸的 印度的和美國的 我們談到這個問題呢 他就談到一件事 就是所謂碳補存的問題 他說美國現在已經正式在做 那麼美國環保署把二氧化碳 公佈為污染氣體 所以他對這件事情 他覺得他們那裡做得還不錯 也特別說我們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在這個方面也可以進行合作 好 謝謝啊 那接下來我問一下那個陸委會的副主委 林副主委 好 委員好 會不會影響到目前正在議題形成階段 你們是根據這個行政院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這草案的做法 四個階段 兩個這個國安的這個審查的這樣的機制來走 如果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沒有完成的時候 你們這個東西怎麼辦 我們現在當然因為監督條例的過程 現在還不能確定了 所以我們原則上還是按照這個四個階段在走 所以現在剛開始就是這個議題形成前的階段 所以議題形成前其實就要做很多事情 包含了國會的溝通 還有跟業界還有學界 比方做利害關係人的溝通 還有社會大眾的溝通 所以我們剛開始可能還是要先 開始做這些溝通的部分 好 我具體的來講 當然目前我們在國內發生的這個大事情 就是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要立法審查 我們跟大陸之間的所有的協議 當然這個議題形成大概切磋啊共識啊 這都可以做的 但是呢 有關生效的部分啊 該怎麼辦 你們現在是不是 該怎麼辦 你先不再講一下 我想這些東西當然還是要由 最後還是要由立法院這邊來決議 因為我們基本上照目前的做法 當然就是比方說送到 簽完了送進來要備查或者審查 對 然後後續就由 依目前的現行法 這個環保的合作協議啊 是備查案還審查案 這個現在不能確定 因為不知道最後簽出來的那個裡面 會不會要牽扯到有法律的修改啊等等 所以這個可能要等到整個協議簽完以後 才有辦法知道 那你們會進入實質的談判嗎 實質的簽約的這個動作嗎 目前應該都還沒有 目前還在階段 還在議題形成期的階段嘛 所以先要討論以後再看後面情況怎麼樣 好 陸委會啊 我大概還是一樣很關心的就是 目前的這種大事情發生了 監督條例 立法 你們目前的作業到底是怎麼樣 是要進行嗎 還是都停下來 你是說監督條例嗎 對 我說監督條例 現在目前立法院就卡住了嘛 大家還沒有開會嘛 你們是要等到監督條例出來之後 才進行跟大陸的談判嗎 各種這個合作議題的談判嗎 我們目前比方說像這個環保合作協議 在兩岸之間的一些業務上的交流 其實都是還在進行 就是彼此之間有一些東西 大家做一些交流跟溝通 目前還是有在進行 但是沒有進到這種實質的談判 或者協商的簽署 這個東西會變成大家都很關切的 副主委要多注意一下 好 謝謝五位